嘉義市長黃敏慧一早帶著媽媽和兒子 現身投票所 短短不到五分鐘就完成投票 因為嘉義天氣冷嗖嗖 也讓黃敏慧大喊 擔心投票率 非常非常的擔心 因為一次選舉變兩次 這是正常的一定會降低 投票所冷冷清清 選務工作人員似乎比投票的民眾還要多 嘉義市一早溫度下探到六度 不少長輩不敢出門躲在家取暖 因為天氣冷 天氣太冷 很冷 一些老人都不敢出來 另外民進黨候選人李俊逸和太太一起現身投票 在氣溫不到十度的寒流中完成投票 也不斷呼籲雖然天氣冷 但投票不能冷清清 要選民穿好修修 一起支持心中的理想人選 叫他們說今天再怎麼冷都還是要回海 嘉義市選舉人數曰 約二十一萬人 下午四點投票截止 四年前市長選舉投票率高達百分之六十七點九一 這一次選舉延長賽 投票率會不會被天氣影響 引發關注 九零智慧金獻中嘉義報導